所以说 经佛如故佛之再来 如来有这个意思 经佛如故佛再来 佛没有两种说法 如果他讲的跟故佛所说的不一样 那他决定不是佛 他一定是妖魔鬼怪 冒充佛菩萨来诱惑我们 来欺骗我们 我们要认识他 这个是第二个决定 清净就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教会 事故我若不断杀 修禅定着 譬如有人自色其耳 高声大叫 求人不闻 此等名为鱼饮迷路 这是佛在这里取了个比喻 不断杀身 修禅定的 他能成就吗 不能成就 在这个地方 同修们也要明了 一个事实 我们不要讲佛门 在世间法里 古人常讲 蛇问身实 意气品 越是有学问的人 越有涵养 越是有道德的人 越能够包容 孔父子 是我们中国杜树人的一个代表 一个典型 一个模范 父子之德 能语上有记载 温良恭敬让 这是凡夫 不是圣人的 凡夫应当要居足 这几个条件 应当要有儒式风范 世间有个学问的 侯宽舌佛能 佛是大德 佛所正的五上菩提 智慧得能 都到了圆满了 对一切众生 心地清净平等 大慈大悲 这是佛心 哪里还有恶念呢 哪里还有脑海众生的行为 决定没有的 如果我们见到 假设 见到一个大德 这位大德 有学问 有德行 我们不小心 不谨慎 严于动作上 得罪他了 他就大发脾气 那么这个人 是不是真有德行呢 诸位念冷语就明白了 空老夫子曾经说过 假设有一个人 他的才华 像周公一样 周公是圣人的 空老夫子 最佩服点 如果他傲慢 如果他吝啬 空老夫子说 其余则不足观仪 那就不必说了 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真正的大德 你借见他 一定是温厚慈悲 绝对不会说 傲气凌人 不可能 那么这是说明 修禅定的 有诚恨心 有诚惠心 稍稍得罪的时候 就动怒 如果得罪他 他就有报复的意念 有报复的行为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这是什么人呢 原来是罗刹鬼 在我们佛门里面 所以末法时期 佛门里头 妖魔鬼怪 很多 罗刺也披了 也打着佛的旗号 毁灭佛法 欺骗众生 我们不能不认识 这个辨别 就是佛在此地 教给我们 这些原则 亲近必求 记住菩萨 与其路心 不踏身草 宽宜守霸 灵活大悲 驱住众生 血肉充实 戒经里面 教导我们 一个持戒亲近的出家人 菩萨有在家有出家 真正觉悟明灵之人 他走路 不踏身草 这是慈悲心的流露 看到这个小草 长得活活活活 怎么忍心去踏踏 除非这个地方没有路 必须从这里通过 这个可以 如果它有路 虽然绕一个圈 你也得绕道而行 不可以它身草 它都不可以它 活换手去拔它 这个是 对于一切生物的爱惜 对于植物都这样的爱惜 那对于动物啊 那更是爱惜了 怎么会去杀它 吃它呢 当然是不会的 当然了是不会的 要是不会的 若诸彼秋 不负东方 四民眷拨 既是此土 虚履求翠 如乐提虎 如是彼秋 于是争脱 愁还须债 不由三斤 这是讲 日常生活当中啊 我们的穿着 我们不吃肉 不与众生结缘仇 假如穿众生的皮 跟沙僧没有两样 吃肉没有两样 所以佛再次地讲 佛那个时代 中国跟印度交通不发达 是非常非常的不发达 但是有往来 这是古时候这个思路 大家知道 有往来 中国这个地方 在那个时候 墓益里